北京时间9月21日,据美媒体报道,尼克斯对求新波尔金吉斯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他将在本周末抵达纽约,与此同时他还特别说明自己目前依然单身,很激动将在本周末回到纽约,但是我目前依然单身。 波神在他的IG故事里写道,很显然波神的这段话传递出两个信息,一是结束了欧锦赛任务的他将在本周末抵达纽约,从而准备下周就将开始的训练营。 二是今年21岁的波神似乎想开始一段新的恋情。 早些时候,波神曾在社交媒体上试图勾搭一位美国超模阿比盖尔·拉切伏德,可惜一直没有成功。 更糟糕的是,今年8月初,阿比盖尔·拉切伏德在推特上似乎曝光了他和勇士对求新克雷·汤普森的恋情。 估计这让波神感到十分郁闷,现在波神已经明确表示他处于单身状态,这无疑是在向外界释放出一种信号——罗森。